5點19分來關心天氣 我是吳宣彤 今天還沒有下雨之前 溫度非常非常的高 像是在屏東的長治 還有春日 高溫都來到了38度 另外像是在高雄的岐山 也有37.5度 而在台北新意 則是37.1度 而這樣子的高溫 未來幾天還會持續的出現 甚至還會再更熱 我們來看一下明天的天氣 明天降雨 會逐漸的緩和一點 最主要是因為太平洋高壓 有相對的犧牲過來 所以整個降雨的範圍 會比較限縮在山區 降雨在近山區的平地 也有機會 但是平地降雨機率 就大幅的降低了 而至於在高溫部分 南部地區還是要注意 局部高溫 有可能會來到37度以上 而其他地區的高溫 則是33到35度之間 我們來看到 未來一周的降雨 在禮拜三之前 其實大致上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多雨的 但是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雨會逐漸的減少 因為太平洋高壓犧牲 強勢一點點 所以雨會比較集中在山區 而到了禮拜五之後 水氣又會再度的增多 因為太平洋高壓又要往東退了 所以當它往東退的話 整個降雨的範圍 不只在山區 甚至連近山區 還有在平地也都會下 而且午後雷震雨的機率 也大幅的提高了 甚至到禮拜日 禮拜一的時候 吹南風到有點偏西南風 所以在南台灣地區 早晚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一些 短時的震雨出現 提醒大家要多加的留意 再來我們要關心的是 溫度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幾天的高溫 都異常的高 不只在西半部地區 近山區內陸有出現 37度38度的高溫 甚至在花東縱谷一帶 溫度也可能會來得比較高 不排除這溫度 還會在持續的飆升當中 禮拜三禮拜四 溫度會高一點 而到了禮拜五之後 溫度會略微下降 但是下禮拜一之後 高壓又增強 溫度會比想像中來的 在更多個1到2度之多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